狂中一见雾终生的白衣少年戎指 意外穿越到2018年米兰时装周 完成了自己的梯台首秀 这位纯真帅气 时尚多变的18岁魅力少年宋威龙 来到米兰这座文艺的城市中 又会邂逅着怎样的故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宋威龙 给大家推荐三个地方 第一个推荐的地方 就是一个主题餐馆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间极具米兰复古特色的主题餐厅 从餐具到装饰 无一不融入汽车元素 却一点都没有机械工业的冰冷 反而温馨又可爱 如果你热爱旅行 热爱复古车 怎么能错过这一家店呢 我刚开始其实以为是 他们会把菜摆成一个车的形状 但是没想到 他们是把菜直接放到车里 我尝一下是什么肉啊 排骨 冬天的时候胃口就特别好 夏天的时候可能吃的就比较少 18岁最难忘了过吃 凤秋黄杀青吧 因为凤秋黄是我第一部剧 然后你是我第一部古装 对我来说是个买大 看一些食物 吃一些东西 记录下来 我觉得这样子的事 真好 屏数不大的展厅 眼看着低调含蓄 却缭绕憧憬着200多个顶级艺术家 摄影师 思想的灵魂 不动声色地吸引着后背设计师 名人 直上编辑 探寻朝圣 在这里你能看到极具画时代意义的艺术家 及摄影师 所创作的尚未公之于众的精美杰作 好 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个地方 是一个展览的空间 这里有很多的画 还有一些艺术作品 时尚与艺术的结合的一个氛围 大家来到这里都是抱一学习的态度 在这里钻研啊 或者是看一看大师们的作品 现在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我看到照片第一感觉其实是神秘的 自己的想法和态度 拍照其实也是一个很难的职业 现在有很多人拍照 就是可能很简单的摆一些动作 跟相机没有太多的交流 看到这些画之后 这些人的眼神面对相机 都是有自己的态度 这张画就感觉真的在看你一样 我觉得他们的眼神都有和相机交流 这次其实是我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去看一些艺术 艺术画 感觉自己拍杂志的时候 也可以多向这些模特学习 因为他们真的是和相机是有交流的 当观众在看到照片的时候 就感觉被看穿一些信仰的 我还喜欢这两张 我感觉我绕到这边和这边 他们都在看我一样 涂鸦墙风格独特而窘异 是创作者们对青春的热爱与致敬 最张扬最火爆的青春在这里碰撞 在酷炫的涂鸦墙下滑板 跑酷 轮滑 做一名当之无愧的弄潮儿 我又来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对面是米兰的火车站 到米兰周边的短程列车 米兰我见过最多的东西 就是这些涂鸦墙 这些东西 其实在国内很少看到 会给城市带来很多火力 会不会想拍照 很轻松 这些东西